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將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 我們香港全國政協委員 表示堅決支持和擁護 回歸之後 香港特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 是存在明顯法律上的制度漏洞 修例風波以來 香港反對派勾結外國勢力大肆破壞 港獨激進勢力亦都日益猖獗 暴力恐怖活動不斷升級 嚴重損害香港法治和經濟民主 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香港繁榮穩定 在國家安全遭受嚴重威脅 相關法律缺失的情況下 由中央出手解決香港 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突出問題 是勢在必行 涉及國家安全立法針對 是針對著分裂國家 顛覆政權、恐怖主義 以及外國干預等 嚴重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對我們絕大部分的守法市民的權利 以及你們享有的自由 是不會受到任何的影響的 是不會受到任何的影響 我們呼籲香港廣大市民 為了共同福祉 支持這一項國家立法 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我們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發出這個共同聲明 2020年5月22日 交代表 公司 設立多大的影響 諸多久 即使使在公司 他們使得平等 去歸道 使用不純地 感谢观看